一旦马新高铁投入运作后,除了缩短行程,新计划也将为两国经济注入新的元素提振经济,当中最令人鼓舞的当属高铁将创造至少3万个工作机会,为就业市场捎来福音。 首相纳吉以及李显龙, 今天见证备忘录签署仪式后指出,这项计划将带来庞大经济效益,尤其是在设有停站点的地区,地价肯定会升值,加上就业机会等等,两国经济表现肯定会更加亮眼。